陶肌清潔工群治案也讓疫情逐漸生昏 台上柯文哲也宣布 北市會啟動四階段的方案來應戰 當確診數超過百人時 將會有連一跟三種擋在第一線 不過如果個案數超過了兩百人 將會啟動區域的醫院還有醫學中心 只是目前春節返鄉的旅客眾多 尤其是美國的確診者也暴增 另外其實從美國返台的人數也非常多 但是疫情指揮官陳時中在前一天強調 不會將美國列為高風險國家 這讓柯文哲也再度開轟政治凌駕科學 桃園疫情 拉緊爆 Omicron更肆虐全球 尤其美國確診病例超級多 前一天指揮官陳時中依舊強調 不把美國列為高風險國家 因為全世界都是高風險 讓柯文哲再度質疑中央 非洲十個國家列為高風險 十二月到現在 從那些所謂高風險國家回來的 用十個 從美國這種大概五十幾個 全世界都是高風險國家對啦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 應該就用同樣的標準 高風險國家是關十四天嘛 現在美國回來的恐怕比其他國家更危險 科別臉書喊話Omicron本土群聚盛防疫情再起 就怕五月臺灣疫情爆發 醫療量能不足窘境重演 北市擬定四階段方案應戰 確診數超過百例 由聯醫三種第一線先擋住 再由市立醫院各院區分散收治 如果染疫人數超過兩百人 啟動區域醫院和醫學中心 最後再由台大榮總等醫院 擋在最後一線大量收治 通知三天後專責病房必須開到百分之百 只是北市防疫旅館同樣先前爆發群聚案 讓許多旅館恐怕因為設備不合格 只能退場 因為不合格會退出 一定會有些退出的 但是我們又準備新的會加 maximum會達到85%的住房率 85%的是達到極限 坦承旅館量能面臨緊繃冰原 桃園清潔工群聚案 也讓鄰近縣市繃緊神經 接受楊高子堯 台北島